接下來請郭國文委員發言 主席 我們本院的同仁 有關於保留條款十大力量第四條之一的這個部分 勞工退避權的一個行使 其實就整個退避權的行使的法源 來自於我們的治安法第十八條 可是治安法第十八條當中的一個條文的定義當中 寫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確 也就是有立即危險之情勢發生之時 但是以時代力量的版本的條文當中 卻能處於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也就是在感染的一個區域當場所 可能會造成的這個結果 本身就有主客觀的一個想像的一個落差 也因此呢 在目前的治安法的第十八條當中呢 並未將防疫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情勢 納入條款當中 但以整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除了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他會承擔許許多多的風險之外 在防疫工作上除了醫療人員之外 還有許許多多的行政人員 志工以及其他一個分工 倘若過度的定義的情況底下 恐會影響整個國內的這個防疫工作的一個進行 也因此呢 在此條款的這個定義上 如果有過度的定義的情況底下 那也可能會造成現在防疫工作的種種困擾 但基於整個勞工的一個權益有一個保障 如果真有立即危險的情勢的產生 在治安法裡頭的實行細則第25條第9款當中 就可有動用的條款可以去處理 只要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即可立即生效 也因此呢 本席認為啊 在既有條款當中呢 在已經有的情況底下 無需疊床嫁屋 也因此呢建議呢第四條之一呢 不予以訂定 而第十六條之一的罰則也一樣 無需訂定 那至於民眾黨黨團裡頭所提到的第六條的部分 其實跟治安法的第六條呢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雇主他負擔有一定的責任 應該呢準備這個相關的防疫的物資 如果有相關的防疫株沒有準備的話 就如同剛剛本黨團的成員所提的一般 他可以行使拒絕權 以上謝謝 謝謝郭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主委員 已經已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 現在按零七分鐘 並分發表決卡 那麽